嗨,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我是莫妮卡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学习结账的德语表达 我们要买单,买单这个动词我们用bezahlen 我们之前学过数字,dezahlen 复述形式在词位加上an,dezahlen bezahlen表示买单,计算买单 好,我们要买单,这句话我们还差一个情态动词 müchten,我们要买单 wir möchten bezahlen müchten,在这里占据变位动词的位置位于第二位 bezahlen,放在句末 wir möchten bezahlen,我们要买单 好,买单这个表达还有一种方式 die rechnung bitte die rechnung bitte die rechnung是账单的意思 die rechnung 复述形式呢在词位加上an die rechnungen 好,如果呢我们是两个或者是以上的人去吃饭呢 我们会设计到是AA制还是一起负 AA制我们用getrend getrend trennen是分开的意思 getrend是一个副词 分开的getrend 一起我们用zusammen zusammen 好,服务员在结账的时候呢 有时候会问您 bezahlen Sie getrend oder zuzahmen 这句话的意思呢是 您分开付呢还是一起付呢 bezahlen Sie getrend oder zuzahmen 好 如果是AA制的话 我们说 wir bezahlen getrend 在中国的时候 一般和朋友们一块吃饭 如果是一男一女的话 经常呢男生会抢着给女生买单 但是呢在德国不是这样 他们呢一般会奉行AA制 wir bezahlen getrend 好 一起付账 我们说 wir bezahlen zuzahmen wir bezahlen zuzahmen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算账了 dir rechnung 账单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账单 preimalsampt 三杯果汁 一共6.9欧 注意这个写法表示6.9欧 我们写6.9的时候 是一个点 小数点 而这里呢 他们德国人呢 喜欢用豆号 6.9欧 好 欧我们说 euro 这是它的标志 euro 好 那欧以下的单位呢 欧分 cent cent 6.9欧怎么说呢 6.9欧 9.9欧 6欧 90分 好 一杯啤酒 2.6欧 2.60欧 2.60欧 1块蛋糕 3.25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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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4.25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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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欧 2.70欧 1.90欧 14.20欧 2.30欧 2.50欧 4.26欧 4.25欧 3.70欧 5.50欧 那这14欧呢是我愿意付的钱 账单是12欧75欧分 那剩下的1欧25欧分呢 算是给服务员的小费了 Machen Sie 14 好小费我们说 Trinkgeld Trinkgeld 刚才呢我们是没有零钱的说法 Machen Sie 14 那如果我们正好有14欧 我们直接呢把14欧给服务员 然后说 Stimmso Stimmso 就这样 或者是 Der Rest ist für Sie Der Rest 剩下的 Ist für Sie 是给您的 Der Rest ist für Sie Stimmso 好这是给的小费 好刚才呢我们给了20欧 服务员应该找回6欧 找钱 我们用 Zurück Zurück 回的意思 服务员会说 Vielen Dank 谢谢 und 6欧 Zurück 6欧是找回给您的 6欧 Zurück 好如果呢账单的数目比较大 我们现在呢经常会刷卡 那可能呢服务员会问一句 Bzahlen Sie bar oder mit der Karte 什么意思呢 您是现金还是刷卡呢 Bzahlen 是现金付款 Bzahlen mit der Karte 是刷卡 如果是我刷卡的话 Ich bezahle mit der Karte Karte 银行卡 Mit 贷 Bzahlen 付款 Ich bezahle mit der Karte 我刷卡 如果是现金的话 Ich bezahle mit der Karte Ich bezahle mit der Karte 好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这节课的所有内容了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